1月10日 中國知名維權人士郭飛鴻的妻子張青 患癌不治 在美國馬利蘭州的一家醫院去世 現居華府的知名盲人律師陳光誠向大紀元表示 張青的一對子女 呼籲中共立即釋放郭飛鴻 讓她來美國料理後事 陳光誠表示 張青的一對子女非常傷心 1月10日凌晨起 兩者遞就一直哭 1月10日對華援助協會 在推特發表了郭飛鴻姐姐 楊茂萍的一份聲明 聲明說 張青身邊只有兩個孩子 無法升任桑葬事宜 所有桑葬事宜都要由楊茂東 即是郭飛鴻決定和親自處理 對華援助協會主席 傅希秋也在一份聲明中說 我們要求中共當局 立即准許張青的丈夫 丈夫郭飛鴻前往美國 安撫他們的兩個子女 郭飛鴻失蹤後 外界沒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 陳剛誠認為 根據我的經驗 郭飛鴻被中共綁架失蹤 已經被混入黑監獄 陳剛誠表示 大概就快一年前 家人就要求郭飛鴻到美國 陪妻子走人生最後的旅程 中共竟然在機場綁架了郭飛鴻 他被綁架五個星期之後 他的妻子就去世 這是一件非常悲慘的事 可見中共是多麼滅絕人性 喪盡天良 如果國際社會 還繼續與中共這個魔鬼政權 為伍 參加北京奧運會 這樣 將會無法承擔嚴重的道德後果 我們必須思考 由根本上 將共產專制的獨樓剷除 不要讓它繼續害人